Ocean's 8 欢迎打开罗比频道 今天的主角是 瞒天过海八面玲珑 Ocean's 8 由饥饿游戏第一集的导演 Gabry Ross 指导 Centra Bullock Cate Branch Anne Hathaway 电视剧美国恐怖故事系列的女王 也被叫做香蕉姐的Sara Poisson 流行歌手Rihanna 以及Helena Poehan Carter 主演 剧情迅速生长在窃盗世家 由Centra Bullock 饰演的Debbie 从监狱刚出来之后 就开始招兵买马 找了各有专长的仲家姐妹 打算在星光云集的 大都会美术馆的慈善晚会上面 偷走价值不菲的珠宝 我个人是蛮喜欢 George Croni 版本的 三部瞒天过海系列的电影 一种诡谐优雅 独具特色充满男性魅力的窃盗喜剧 而女生版本的瞒天过海 人数上少了一点 从11个人到8个人 故事的格局上面看起来也小了一点 看完之后会有一种意犹未尽 又有一种觉得简短过头了的感觉 故事上面和前面三集没有延续 但是有所连结 会一直提到George Croni 饰演的 Danny 这个名字 也有几位经典人物的现身 也算有继承到这部电影 那些演员之间充满化学变化的默契表演 这也是这个系列最有看头的部分 同时也有发挥到这部电影独有的特色 以全女般的姿态 在偷东西的过程中 也展现出各式各样的女性力量 满天不过海八面玲珑 有一些好看的部分 也有一些不够好看的部分 老实说我觉得蛮难评这部电影的 但我想好的部分应该还是比较多的 还是一部成功的喜剧片 通常这样子的切刀片会让人喜欢 看完之后觉得爽快的感觉 都是因为这些角色很讨喜 你会喜欢看他们做一些 很高人一等 然后很厉害 一些日常生活中我们不可以做的事情 但除此之外 更重要的是 我们必须要认同这些角色 去偷东西的动机 他们不是单纯的坏人 他们都有他们可爱又真实的一面 感觉跟我们一样 想要去偷那些有钱人或者是大财团的钱 或者是珠宝 于是我们不会对他们的行为感到反感 在故事上面 他们偷的也不只是那些钱 或者是珠宝 在乔斯科隆尼的男生版本里面 以第一集来说 表面上他们偷的是那些金户里面的钱 事实上他们是要把男性雄中 从对手的身上给抢过来 也就是所谓男生很在乎的那种 定位还有权力感 而在满天过海八面玲珑里面 这些女孩子 他们表面上要偷的是那些 价值不菲的珠宝 实际上他们是要抢回 女性被偷走的自尊 这个在结局上面看起来还蛮清楚的 剧情上面还蛮简单的 每一位女明星都很成功地 在这里释放她们的魅力 展现出幽默辉谐的表演 前半段的时候蛮多台词写得蛮妙的 好笑 感觉得到演员自己在这里面都演得很爽 像是我最有印象的就是海伦娜 破汗卡特的登场的那些地方 或者是暗海社会在这里面的角色 感觉上面是有点拿自己被批评为 假面女星的这个形象来自嘲 就让自己的角色是演一个 私底下表到不行的好莱坞女明星 还有我终于在近年的好莱坞电影里面 找到一个让我非常喜欢的亚洲女孩了 很帅气 看起来很派的一个女生 也是一个看起来什么都不怕的爬手 让我非常的喜欢 这位奥卡菲娜是韩华混血 生长在美国的一个女孩子 她是已在YouTube上面拍影片起家的网红 今年暑假另外一部疯狂亚洲富豪 也会看到她不一样的演出 但这部电影让我最喜欢的还是女神凯特 有一点可惜的是 她在这部电影里面没有太重的戏份 但她饰演的这个角色真的是帅气到 会让我怀孕的状态 也算是团队当中相当重要的支柱 跟主角Debbie有一点小小的剧情线 而团队里面的老大山卓布拉克的部分 只能让我没有那么喜欢 她紧绷的脸庞 跟这个角色有很多刻意不说清楚的部分 是让我对这部电影扣了一些分数的地方 她有一点没有以前那种 可爱自然的傻大姐的个性 好像少了一种好爽的气质在 让我觉得她是所有的女演员当中 表现最放不开的一位 除了主角之外 其他的角色剧情上面也给我一种 没有说清楚的感觉 像是詹姆斯科登的角色 或者是安海瑟威的角色也是 剧情上面有一点粗糙 又没有像之前的系列 有很多喜剧化的翻转处理 而这一群娘子军之间的互动 也让我觉得有一点点过于保守 应该可以更有趣的打嘴炮才对 而最后的结局 少了最后一集的那种力道 让我好像一直在等的那个结局 有一种白等的感觉 整体而言这是一部还可以的商业喜剧片 有幽默风趣的台子 可爱的桥段 星光云集的特串明星 豪华的女神阵容 还有一套又一套漂亮的华服 这部电影适合给想要微醺的 享受一些幽默 还有女性意识的朋友 特别推荐这部电影给 想要看安海色为恶搞自己的人去欣赏 这部电影我给的评价是 以上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帮我按赞 还有把它分享出去 还有 找找你的订阅你有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时间之内知道我上传影片消息 别忘了在订阅之后 再按下那个小铃铛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或者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 让我知道 这是罗比频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电影 我们下支影片见了 拜拜